苗栗通宵外海 快艇偷渡被抓包 26名大陸年輕女子 纷纷落海逃亡 海上呼救生私起 六女不信命力 幸存者惊魂痛哭 指控遭人踹落海中 到底怎么回事 来看这起826舌头 连续杀人案 被救上岸的大陸女子 从头到脚 都是十年年的海水 各个神情狼狈 清晨海巡队接获线报 茶器两艘快艇 一次载满了大陸偷渡客 没想到海巡队的船艇一接近 人舌集团居然狠心地 将船上的大陸女子 一个个推下大海 用那个手把我们一脚一踢 全部踢到那船下面去了 踢到水里 最后那几个女儿子 还在后面叫我说 救命啊 我不会游泳 我们说都不会游泳 跳下去还有命吗 但是她说只有跳下去 才会活命 有人想办法游回岸上 海巡人员也投入救援 但仍有六人不幸溺弊 你想要解开来 解开来喔 不行还不行 她可能不知道自己 已经算是幸运的 因为同船有人 已葬身满满大海之中 究竟是为了什么 这些年轻的大陸女孩 要冒险偷渡来台湾 这位詹姓女子说 她也不知道 因为只是跟朋友吃个饭 竟就迷迷糊糊上了贼船 因为台湾拍摊 她说我们向往台湾 不错了 真好 据了解 人蛇集团中介一名大陆女子 至少可以赚八万块钱 可以说获取暴利 更夸张的是 人蛇中介的大陆女子 如果长得不够漂亮 获主不接受 人蛇集团还会直接报警处理 不但可以轻易地将大陆女子脱手 还可以获得一笔检举奖金 四名涉嫌将大陆偷渡女子 推入海中的渔夫 晚间由直升机 从澎湖送到台中海巡队 由于他们惨不人道 为了逃避茶器将大陆面 推入海中 引起了臭热闹民众的咒骂 长期防疫大作战 旺旺水神推出 维酸性电解次律酸水生成机 快速生成水神抗菌液 各种场合都适用 简易安装单件操作 方便省时又省钱 与冰毒细菌作用还原成水 不伤害环境 一天使用200次也没问题 有效抗菌安全环保 快点够推出独家超值组合 快上网搜寻 快点够